舌头极小,可是影响力却极大。 雅各他谈道,把脚环放进马嘴。 这脚环是放在马前后牙齿中间的空位, 两侧的牙齿都有。 当你驾驭马匹的时候, 就拉马嘴里的脚口。 因为马受过训练, 你可以透过马嘴内那块小金属片来控制整匹马。 我以前在农场打工的时候, 各位,我十岁的时候在农场打过工。 当时在农场,我们有两匹很大的马, 非常高大。 在一个十岁小男孩的眼中, 这两匹马实在可以说是大的惊人。 他们会叫我驾一辆马车, 后面载着干草堆。 我坐在马车上, 拉着这匹大马的缰绳。 只要轻轻拉一边, 马就会转方向, 马车就跟着转。 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惊叹, 十岁小男孩能够掌控一匹大马。 这是因为马嘴里有个小东西能够让我控制, 所以我能控制整匹马。 舌头也是一样, 是嘴里的一个小东西, 存在牙齿之间。 但是你如果能够控制这个小东西, 就能够控制全身。 就像我掌控那匹马一样。 我来说,